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铺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信说PHP 还没开始本身这个服务器端软件怎么用 对不对 在服务器端安装完启动起来 对吧 在客户端连接上它 在客户端我们向它发送命令 它就可以管理我们服务器的内存 用我们服务器的空间帮我们存出数据 对吧 做缓存的应用 对 那前边咱们用客户端操作 这样的话只能管理用 对不对 实际上我们在外部中拥有麦没开始 那必须得用程序去控制这个软件 用这个软件来管理内存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是PIRP程序 当然其他语言也可以去做 比如说加网Python都可以去连接麦没开始 对吧 那我们现在用PIRP连接麦没开始 那用的就是PIRP的函数 就是什么 那PIRP自带很多函数 对不对 但是PIRP是模块化的 解什么是模块化的呢 就类似于组件化的 就是用什么功能 我们开启什么功能 对吧 那它自带的可以开启 如果不自带的呢 你用什么功能 我们安装什么功能 对不对 安装的扩展 你才能使用这套函数库 不然的话 我们是使用不了的 对 听懂吗 那我们看一下 PIRP给我们提供哪件函数 那我首先我们 打开什么 打开我们的 对 手车 我们来找一下 在哪里呢 函数参考 函数参考里边有一个 咱们前面说了 有数据库扩展 对不对 对 这里边有直接告诉我什么 还没开始吗 没有的话 都在其他 对不对 其他扩展 基本扩展里边 还是在 大家一搜索就知道了 应该在其他服务里边 看到了吗 我们这里边 如果我们安装完之后 这里边哪个服务默认基本都不呆了 我们想用PIRP用到什么功能 我们就装这里边什么扩展 听懂吗 那现在我想用到这里的什么功能啊 迈没开着 对 迈没开着功能 也就是这里边的这个 但是我现在看到两个 一个是迈没开着 一个是迈没开着 一个是迈没开着D 对吧 那这两是两套扩展 是两套扩展 这两套扩展功能上是相似的 只是基于的方式不同 一个是基于PIRP本身扩展开发的 一个是基于Libra迈没开着D 这个库开发的 对吧 我这里边也记录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位置 两套扩展 对于内尊晚尊比较常用的是迈没开着和迈没开着D 扩展 对吧 而迈没开着D和迈没开着的手游进程 迈没开着D 也就是迈没开着我们开启之后 它的进程名叫迈没开着D 没有这个意思吧 所以呢 比较容易迎起混淆 甚至提到迈没开着D 有些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迈没开着的进程 其实迈没开着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迈没开着迈没开着迈SQR 开启之后 它的手游进程就迈SQR 对吧 那迈没开着进程开起来就是迈SQRD 就是迈没开着D 对吧 所以容易是混淆的 对吧 那这里边的试点 咱们现在说的迈没开着和迈没开着D是两套扩展 对吧 其实呢 它最好是换成别的名字 这样的话真的容易混淆的 对吧 好多人刚接触的时候都是这样回销的 那迈没开着这套扩展 也就是咱们这套扩展 迈没开着这套扩展 你看 是完全使用PSP 矿架内部开发 就全是用PSP的组件语法去开发的 而这个迈没开着D是使用Libre迈没开着D 这个库 它是一套库 迈没开着D的一个库扩展开发的 这库是基于西西西加加的那种库的 对吧 它是基于PSP的 那我感觉这个效率可以更高一些 更高一些 从手上看的 迈没开着D 会比迈没开着多几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迈没开着的方法 是不是这么多 对吧 我们再点开迈没开着D 你看 是比迈没开着多一些 但是大部分方法都是同一模的 创建对象方式也类似的 只不过一个类叫迈没开着D 有一个类叫做什么 迈没开着 看到了吗 那除了这几个不同而已 我们再看一下 迈没开着呢 是什么 是原生实现的 但是使用Libre这个支持面样对象的接口 看到了吗 也就是迈没开着D 支持OO的面样对象的操作方式 也就是用类的操作方式 迈没开着呢 则是既可以用面样对象的操作 就使用类 又可以过程化的操作 它只时间的是两套 因为它是按PARP框架时间的 迈没开着D 它只能有面样对象的接口 也就是你不会面样对象 当然现在学PARP 不能不会面样对象技术 对不对 如果不会的话 你可以用函数的方式去用它 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迈没开着D 都不行 那如果迈没开着D 这个服务器改进 则这个Libre库也必须马上跟进 对不对 所以它是基于这个库的 那它这会儿改的 那库是别得改 对不对 所以这会儿升级是有点麻烦的 而迈没开着D 用PARP升级的是不需要这样的 对吧 那迈没开着D 还有非常称赞的地方 什么 就是它这个标志 不是在操作时候设置的 可以通过方法设置的 对不对 也就是迈没开着D 实现了更多的协议 因为它是基于这个库的 也就是用白话来说 迈没开着D 怎么呢 就当然说各有优缺点 对不对 比迈没开着稍稍先进一些 效率稍稍高一些 功能稍稍全一些 对不对 但是咱们现在学的是扩展库 这套扩展库 不管你学哪个 难度都不大 听懂吧 不像学树土寒书库或者什么字幕串 你全学一步的了 对不对 这些 你就把常用的 增判改查的一些操作 学会就可以了 都学几个 所以咱这里边可以随意选哪个去学 这里边就挑简单的 少的东西 对不对 因为其他人扩展用哪个都差不多 那你就选迈没开着这个扩展库 对吧 那这个扩展库里边 咱们创进迈没开着对象 它有这么多函方法 对不对 但是它有函数的支持方式 对吧 我们迈没开着这个对不对 我们点开每一个方法 比如添加 你可以看一下 可以直接迈没开着下发线 add 看到了吗 也可以对象方式的箭头 add 就是可以用函数的方式 也可以用对象的方式 这两套都可以 所有的方法都是 比如说 replace 对吧 你只要找个例子 都可以有迈没开着去 没前退的 replace 也可以有迈没开着对象 replace 看到了吗 都有 这就是我们后边又用的库 但是这道库我们现在 PRP有没有呢 咱介绍这个库介绍这么热闹 咱现在肯定得确定一件事 我要想操作卖面开着 我得装这套扩展库 对 对不对 现在默认没有 怎么看有没有 我们只需要打开什么 看一下 打开3w目录或者刚才 或者我们在这块 您可以 PRP 这是不是有个扩展 你看 像跨对号 咱们现在正在用的扩展 像基地库 这个 买CQ买CQ PTO 对不对 咱们还给我下点 你看一下 对吧 这里边有迈没开着扩展吗 是没有 对不对 没有 我们就打安装 我们也可以在这块也可以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 PRP info.PRP 我们在这里边看一下 还是用这个看着 因为 现在咱们用的是 PRP 就是wimp server 对不对 你其他的工具不一定有像这块的扩展 对不对 所以能够通过 PRP info 去查看这个扩展 来 我们 运行一下 Blockhouse PRP info.PRP 这里边我们可以上F搜索一下 MEMCCH 你看 有吗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搜不到 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就得安装 怎么安装 首先我们得看 PRP本身 在B下边有个PRP PRP下边有一个扩展目录 所有的后期扩展的模块都在这里边 对吧 这里边我们找下的 我们用的 APP server 自带有没有最扩展呢 没有 对不对 如果再拎一下安装也非常容易 看一下 这是我给大家提供的拎一下安装 因为我不演示拎一下的安装 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个环境 对不对 所以把拎一下安装的方式给大家写的 写过来了 如果再拎一下安装 你只要下载过来这个软件包 在百度一搜就能搜到 对吧 然后解完包之后 进入解包的目录 执行这个 生成配置环境 然后配置一下 然后make编译 再怎么make it stop 安装 对不对 然后再扩展指定这个扩展 装完的扩展在哪个目录下 对不对 然后再指定扩展模块 在 另一下边扩展模块是SO的 对吧 另一下边 你只要照这个操作 你就能把这个扩展装上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在windows上 对 那windows上呢 我们又在这里边又没看到这个扩展 对吧 我们现在用的版本的都是5.4以上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咱们在网上你只要搜索 PNP 迈迈开始的扩展这几个字样 比如说随便摆录一下 你可以下到很多 对吧 搜索 PRP MEM CHE 这个扩展 对不对 你可以再加上5.4以上了 对吧 你看windows下载什么什么 八本marm card 扩展 是不是有好多 对不对 那大家下载一下就行 当然了 如果你是通过咱们讯息的 我也会把这个扩展给你 这是我下载的扩展 嗯 那最快来我们通过这会儿 你看啊 解压到这个文件下下 你看 那有的是这么多文件吗 不过是 我下的是一个寄证包 它有PRP5.2的 5.3的 5.4的 对不对 是不是好多这样的版本啊 嗯 还有没编译完的原先环境 对不对 那咱就找一个PRP5.4的 对应就行 对不对 版本5.4它差别不大 是没关系的 不用非得找5.4.16 因为这都是什么 网友们编译出来的 不像windows 不再不像明星的字式原代码 你自己编译 那就完全能配上 对不对 咱们这只是一个学习环境 所以你找一个差不多 能用上的就行 把它考过来 现在这里是不是多了一扩展了 多了一个 那这里多了一扩展 那那函数库是都在这里边 嗯 那PRP就能找到吗 不见得 你干嘛呀 我们得在PRP的 你看 我放到这里边 PRP扩展里边 PRP扩展里边 就有麦没看什么 没有对不对 我们必须干嘛 把PRP配置文件打开 在里边搜索一下 嗯 DR 下一个 下一个 你看 我们所有的扩展 是不是都在这呢 嗯 有这么多对不对 开启的前面没有分号 对不对 如果自带开也就行了 我们可以仿照这个线 什么呢 EXTENSION 扩展等于 什么呢 PRP下滑线 MEMCHE.DRR 如果是麦没看着D的话 下载的是那个 那就麦没看着D 咱们就用这一套库去想了 对不对 嗯 你看着 抓住保存保存完之后 别忘了怎么办 对 你需要重启一下 阿帕奇福气 阿帕奇福气 我们这话 restart 好 由绿变红 好 变绿了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一下 再看这个扩展里边 咱们再重新弄一下 我现在这块不已经重启了吗 对 我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然后再搜索一下 你看 现在是不是就有这套扩展了 麦没开始扩展 然后这配置文件里边的配置选项也有了 你可以改一下圈上的端口之类的 是不是都在这可以看到 那这套扩展有了 有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随便新建的PRP文件里边 我们就可以干嘛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随便建一个比如说 test.PRP 我们就可以创建麦没开始对象 用到我们手册里边说到的这套含生库了 看到了 这套含生库 也就是这套类 它就一个麦没开始类的 然后用这个类 我们就可以连接麦没开始服气责战改查 当然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内容 我们这几个只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麦没开始的安装和介绍这套扩展库 对吧 当然了 同样的方式你可以安装其他的扩展库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就就到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